才正要出門沒想到走廊上早有埋伏 -手要看到-手要看到-手要看到-手機放著 通通被推回屋內一個一個盤查 原來這間民宅被拿來當作毒品分裝廠 屋子裡被找出大量毒咖啡包 還有分裝袋吸取器和棒秤 毒品分裝廠該有的工具通通有 他們為了躲避警方追棄花招百出 32歲離姓祖賢帶著翁姓妻子和一名朋友 每個月花兩萬五租下豪宅七樓套房 分裝毒品賣給下游 平時開車出門送貨 為了躲警察都掛著假車牌上路 號碼還特地用6666討吉利 警方借貨線報後搜證 賀槍實彈到豪宅埋伏了將近四個小時 遇到其他住戶還要趕緊請他們離開 最後趁著他們要出門順利抓到人 但他們會選擇在這裡租屋裝獨有原因 嫌犯住下的民宅就位在新北市的新版特區裡面 除了看準這邊交通相當便利 警方不容易發現之外 也看準了豪宅的戒備比較森嚴 想進去查棄恐怕是相當困難 過去就有不少租豪宅製毒裝毒的案例 嫌犯看準高級住宅門禁森嚴 警方沒有搜索票根本沒辦法上樓 加上隔音和住家大門的材料都比較好 鄰居根本不會發現 主嫌過去就有毒品和販毒前科 這會帶著老婆和朋友一起分裝毒品 原料從哪裡來成品賣給誰 嫌犯交代不清 但躲在豪宅裡犯案以為萬無一失 恐怕沒想到警察總有辦法上樓抓人 TVBS新聞靈魯室郭穎 市民市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